因為持續還有這樣的訊息 那我們現在在跟律師研究 怎麼樣可以停止 因為我之前也有 哈林哥好 因為前陣子就是網路上面有一些傳聞說 說您的那個身體健康狀況有一些問題 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或是有什麼需要澄清一下的嗎 反正我人就在現場 然後我這個狀態應該 也看起來是很自然的嘛 也不是裝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 其實討論的越多 反而幫他會增加流量 那因為持續還有這樣的訊息 那我們現在在跟律師研究 怎麼樣可以停止 因為我之前也有 我之後也有很多議員 受到這樣子的消息的困擾 所以是會採取法律行動 我們請律師看看能夠做什麼樣的處理 我們也不太清楚 好累啊 騎車騎得好累 屁股呢屁股呢 屁股呢 你為什麼會單純問屁股 剛剛不是說坐墊 我跟妳講 這個其實啊 騎車的問題不在屁股 那 不過我已經過了那個 就是一開始 出騎者真的會 這 當步啊 會燒痛 會燒當啊 那現在都沒有問題 所以反而是 長時間的騎乘 這個腿部肌肉 肩頸 這是我個人會碰到的問題 好像 好像我們的哈林小隊裡 大概 也都是這些狀況 梅炳 有沒有 有沒有一點失望 哈林哥我想請問一下 你前陣子有出新歌嘛 然後接下來會不會有演唱會的計畫 接下來會有演唱的計畫 可是不是演唱會 因為我覺得演唱會壓力很大 而且現在大家動輒 兩場三場五場八場 你知道做一場好像 有點說不過去 所以我覺得先累 因為有一陣子沒有歌了嘛 先累積一些歌 有那個能量 有那個聲音 再來研究 在3萬 零 辰 是 感谢观看